金英杰新学习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金英杰七大学科教研室是由权威独家师资构成 金英杰图书七大体系 按照书配课 课配书的特点组成的特色学习工具 金英杰名师打造全年全周期的教学课程 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单元 牙的急性损伤 牙的急性损伤 第一个就是一个牙振荡 牙振荡我们在河面外科一讲过一部分内容 牙振荡的基本概念就是正常情况下外力打到牙上了 牙或者折了或者没折 牙或者松了或者没松 牙周膜轻度损伤就称为叫什么呀 牙振荡 又称为牙挫伤或者牙外伤的那种跟周膜的炎 牙振荡可由轻 脚轻的外力 如果在近时骤然的咀嚼应物时所致 或者是轻的外力 或者什么呀 咬东西咔嚼一下 咳一下 产生了牙振荡 我们看临床表现 它不需要背 你只需要大概理解一下什么 我们牙齿可以什么呀 轻微的酸痛感 因为咬咳一下肯定是不舒服 对冷热刺激一过性的敏感 牙灌完整 通常不满用牙体组的缺损 但是说缺损一块也怎么样 也可以 牙轻微的松动或不耽 可以松可以不耽 也可以什么呀 没有异味 再有牙银可以轻微少量什么呀 出血 正常的温度测试我们注意 它可以一过性敏感 也可以什么呀 无反应 无反应 所以人家说当正常的牙如果产生牙随 牙震荡的时候 牙就可以产生什么呀 休克的这种 所以正常跟打人脑子一样 可以没有事 什么记忆都可以 也可以什么呀 这种逆行性遗忘 很明显的一点我们说它在活力反射什么呀 不一致的 X线显示正常的根肩周膜 可以正常也可以增宽 所以我们理解起来之后 可以牙罐可以折了 可以没折 可以松可以不松 牙周膜间隙可以增宽 可以不增宽 再有什么呀 我们注意它的温度测试可以出现任何一种情况 这就是所谓指的牙震荡 指的牙震荡 我们从诊断来说 第一个有外伤史 再有临床表现就可以证定 而考试每年考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就是温度测试 温度测试它说 哎呀 这个没有反应了 没有反应正常不正常 很正常 因为它休克的时候就是没有反应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诊断只要有外伤史 只要有外伤史就可以了 从治疗上来看 我们说一到两周内肯定是要休息 它因为或者说外立的或者咬东西了 肯定当时是软觉不舒服的 再有一点我们说 必要是向低咬合 调合 因为正常的叫牙疼长嘛 我们稍微调一下合之后 不让它经常性的接触 如果松动的话 给它过什么呀 做固定 受伤后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十二个月 基本上一年以内 每隔三个月怎么样 复查一次 就一三六十二 这几个月都分别复查一次 观察一年后 若牙罐不变色 牙髓活力仍然正常 可不进行处理 若牙髓出现坏死迹象 及时进行供应治疗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形容起来说 外伤后的牙就跟地震后的房子一样 往往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十二个月 不停地观察 哪次去了之后 发现牙罐有变色 温度测试 结果是什么呀 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或者这牙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活力测试 在一年以后 才可丧失 这个时候 我们注意一点 一年以后 它仍然可以出现 牙随活力的丧失 所以任何时候 当主患者的时候 牙齿如果一旦一变色 马上过来做什么呀 根管治疗 这是它的一个基础性的治疗 我们看第二节 牙褶 牙褶往往一般 我们说收到外力以后 造成这种牙罐和牙根的褶断 我们最明显化一个牙之后 我们说 它包括什么呀 包括正常的灌褶 跟褶 还有灌根联合褶 这就是常规情况下 三个褶 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灌褶 跟褶和灌根联合褶 这是三个基本类型 而第一个灌褶 又分为横灌褶和纵灌褶 就是横着蛇了 和斜着蛇 横着斜着 如果横着是这样的 斜着就是这样的 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灌褶又分为这种 斜灌褶和纵褶 斜灌褶和纵褶 而后面就其损害 与牙髓的关系 又称为灌褶漏髓 灌褶什么呀 未漏髓 我们注意一点 在时间技能的范围内 我们要求大家 反复性的背的是什么呀 灌褶又止则裂 灌褶又止牙本质 则裂 灌褶漏髓 我们是按照这个来诊断的 我们看灌褶 未漏髓的时候 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这画一个灌 灌褶未漏髓 直到牙又止的情况下 我们叫 又止则裂 又止则裂 如则牙本质的情况下 我们说牙本质 就会出现一定的什么样 敏感的症状 敏感的症状 而后面我们说 灌褶漏髓的情况下 趴击一下这块漏髓了 漏髓如果低于0.5 我们可以直接盖髓 如果高于0.5 我们还能盖吗 盖不了了 从诊断来说 只要漏髓了 我们就要漏髓了 根褶明显一点 我们说如果这个牙是根褶 它分为三部分内容 根上根中和根尖 多发生于什么呀 成年人 小孩一般的都是以胃为主 而成人出现这种灌根褶 根肩三分之一折断 就这个地方叫根肩 这是根中三分之一 而这是什么呀 颈三分之一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分类 往往我们换牙 做正中和前身咬合时 用手指轻轻的放在 松动的牙的 底线松动度 患者轻微什么呀 变长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牙随活力测试结果 跟正常的牙震荡一样 它的测试结果是什么呀 往往反应不一 但六到八周可出现反应 往往推测 无牙随反应的牙随 外伤时的血管神经 产生的特殊状态 我们叫什么呀 叫休克状态 所以我们说在牙外伤之后 牙随的情况是不容什么呀 不容判断的 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来 可以有任何情况的发生 我们看根褶后发生这种牙随坏死 主要取决于什么呀 受伤的严重程度 这个了解就行了 X线片是诊断根褶的什么呀 最主要的一个依序 所以考试你们从贯折 直接看能行 根折往往必须要靠什么呀 X线来诊断 贯根联合折的时候 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包括什么呀 这是贯根联合折 往往它需要斜行折 斜行折不但折在贯了 还折在什么呀 跟了 往往牙随肯定是暴露的 患者牙的松动度大 触痛明显 所以好多人说 大夫你看我这牙活动了 活动中我们一晃 哎呀活动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之后 他这个人又年轻 这个牙有明显没有牙周病 我们肯定判断一点什么呀 多数是贯折 贯根折 或者是什么呀 根折 往往拔下一块 如果发现里边是什么呀 还有一块 我们看总结一点 说贯折分为 无非就是什么 贯折漏随 贯折未漏随 贯折未漏随 包括这种幼稚者折裂 牙本质折裂 而根折无非根肩三分之一 根中和禁银三分之一 往往只有根肩三分之一是 轻度松动和不松动 贯根折就是斜型的这种折 往往斜型的 直接牙罐也折了 牙根怎么着 也折了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看看治疗 正常的贯折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说这是一个贯折 贯折这块 只有幼稚折裂的时候 我们说折裂面很小 我们只需要怎么着 把锐尖给它调磨光了就行了 第二个说 牙本质已经暴露 轻微的敏感 牙本质暴露轻微敏感 没有漏随 没有漏随 只有牙本质少 这样暴露 少量暴露的时候 只要敏感怎么办 就正常的脱敏 脱敏 如果再坏的深一点 说离随枪很近的时候 出现敏感很重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样 做盖随 做盖随 盖随用谁盖啊 轻化盖 轻化盖随叫什么盖随啊 叫间接盖随 如果再往深处一去的话 说正常情况下 一个随枪已经暴露了 说它正常情况下 一弄已经暴露随枪了 暴露随枪 我们注意点 有几个特殊性的要求 如果只暴露0.5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呀 直接盖随 如果暴露的多一点的时候 我们做牙罐 牙随什么样 切断术 牙随切断术 被灌随切掉 保留根随 如果再露的多一点 时间长一点 或者在灌随切断术之后 发现血液成暗红色 出血不止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 它就需要做什么呀 牙随摘除术 所以我们尽可能是保留牙随 凡是牙随的活力 正常的换牙 应该治疗后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都必须什么样 定期复查 我们注意点 只要检查发现 牙随已经坏死的时候 马上就要做什么呀 根管治疗 我们看牙罐的这种缺损 牙罐缺损 我们说如果有牙罐缺损的话 我们可用复合树脂和人工罐修复 而正常的牙齿 永久性修复 需要在六到八周 这是一个考试 反复考的一个题 你记住外伤之后 虽然我们说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十二个月 不停在复查 但是如果想做永久性修复 必须在什么呀 外伤后六到八周 外伤后六到八周 这是它的一个基础的 基础的坐惯时间 我们看第二个根折 根折往往一般的 我们很明显的一点 我们说根折 包括一般的 我们说根肩三分之一折断 根中 还有颈三分之一折断 根肩三分之一折断 这牙基本上不松 我们说它基本上是不松的 一般我们也不用特殊助理 只需要什么呀 它如果有一点松动 我们调调和 调和后观察 如果到根中三分之一折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 根中三分之一折 这牙肯定是什么呀 是松动的 根中三分之一一旦折断之后 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呀 根管治疗 根管治疗之后 必须要什么呀 拿正常的一个钛颠给它固定 给它穿过来就固定着 而到颈三分之一折断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 它比较特殊 颈三分之一 由于它离牙龈怎么着 很近了 牙龈的感染很容易就通过着 所以一般我们把上面这块怎么样 得拔掉 拔掉之后看牙根长度够不够 如果牙根长度不够了怎么办 牙根也不要了 如果牙根长度够怎么办 我们或者做什么呀 灌颜长 或者做什么呀 正机牵引把它牵出来 最后再打砖做灌 这是一个根折 根折 所以根肩三分之一不用动 根中三分之一打一太盯 颈三分之一什么呀 把上面去掉 看底根够不够长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什么呀 治疗方法 治疗方法 而到根折的愈合 我们说包括四种情况 一看四种情况 就是考试点形一导 A型的题 第一种我们叫硬组织愈合 硬组织愈合 无非什么呀 换牙没有什么不适 周围的什么呀 骨质包扰 包扰之后 骨质X线一拍什么呀 原有骨折线消失 这种情况 牙折是理想的愈合方式 理想的愈合方式 往往它压醉活力正常 迟缓迟钝 治疗后 X线显示原骨折线什么呀 完全消失 第二个就是节地组织愈合 我们说节地组织愈合 肯定是什么组织啊 软组织愈合 软组织愈合 X线显示 原有的骨质线 仍然清晰可见 但是该类愈合并不少见 常伴有什么呀 负位过微不良 我们注意点 如果负位不好的情况 两个基本上长不住 长不住之后什么呀 纤维愈合 这是一个愈合不良 再往后边一个 骨性节地组织愈合 我们说骨性节地组织愈合 它往什么呀 临床中表现X线 可见断片分离 正常的牙周组织 正常的根折的牙草窝 在突然生长发育之前 即成年之前 并立刻出现这种 该种类型愈合 它是靠什么呀 骨头和纤维组织一块包扰的 最后一个折断断 感染不能愈合 包括这四种愈合方式 这种愈合方式 我们说没办法 发生该种情况的时候 应该什么样 折断的牙根摘除手术 如果出现这种牙周带 应该立即拔除 所以它这种 感染不能愈合的时候怎么办 只能拔掉 只能拔掉 所以四种愈合方式中 最好的一种愈合方式是什么呀 叫做硬组织愈合 直接这种两个对位长好 第二种是什么呀 结底组织 结底组织这种软组织愈合 软组织愈合 而第三种是什么呀 骨结底组织 它还能行 最后一种感染的 往往需要摆什么呀 根拔掉 往往需要摆根拔掉 这是它四种愈合方式 这个大家需要特殊性的记忆一下 我们看第三个 灌折可作为牙髓治疗后的 牙灌折断 往往它很明显的跟谁很像 跟正常的根折 这块根折是一样 因为我们说 跟上三分之一 如果这块折断的时候 跟灌根联合折一样 它都需要把上半块怎么样 取掉 看下半块够长不够长 如果够长呢 我们给它取出来 不够长怎么办 直接就给它拔掉 这就是主要看它 能不能在后边 取出来之后 做一个装盒 做一装盒之后 再做一个灌 这是看它的一个主要方向 我们看第三节 牙脱位 牙脱位这个是在整个的 我们说教科书里边 反复讲的一个内容 反复讲的一个内容 我们说牙脱位 当外力受到作用力的时候 而发生偏离 导致部分和全部脱出牙草窝 我们就称为牙脱位 就正常一打这个牙 或者牙移动了 或者牙掉地上了 或者牙什么呀 打进去了 都叫牙脱位 只要移动这个位置了 我们就叫牙脱位 往往碰撞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往往个别情况下 由于器械使用不当 比如牙钳子过宽了 或者什么方向有问题了 都能导致什么呀 磷牙的那种脱位 我们看看正常情况下 它的类型分为三种 一种叫脱出性的 一种叫嵌入性 一种叫侧向性的 脱出性的就是正常掉地上 出来了 出类牙草窝里边是什么的 空虚的 而嵌入性的 我们说牙周膜间隙 这是一个牙周膜间隙 牙周膜间隙嵌入以后 往里边打的时候 牙周膜间隙变宽变窄 肯定是变窄 这叫嵌入性的 牙灌本身也会下去一截 不是折了 而往里边伸进去 叫嵌进去了 而第三个侧向性 它发生了一定疑味 一边牙周膜间隙增宽 一边牙周膜怎么着 就出现变窄的问题 很明显一点 我们说 它这种所有的诊断 需要靠什么呀 X线 如果X线发现 牙草窝空虚的 我们说牙草窝空虚的 肯定是什么呀 脱出性 根肩偏和牙草窝之间 明显的间隙增宽 间隙增宽 脱出性的 往往一半是什么呀 往前脱出来了 而嵌入性的 我们看 牙周膜的 没有明显的间隙 出现根肩间隙什么呀 消失就往里一嵌 把牙周膜间隙都给嵌没了 这叫嵌入性的 而后面我们看 牙完全性脱位者 完全性脱位者的时候 它牙周膜那是什么呀 空虚的 牙草窝空虚的什么概念 就什么都没有 就什么都没有啊 牙齿脱位不论 是完全性的还是部分性的 都可能伴有什么呀 牙银的撕裂和牙草秃的骨折 牙草秃的骨折 在河面外科 我们反复讲的就是 晃一个牙 其他牙怎么样 也会跟着动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看后面 它常规伴有的各种并发症 这个也是一个考试 比较容易考的一个 它说正常牙虽坏死 发生率占什么呀 52%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说 只要发生这种什么呀 外伤这种牙脱位的牙 很容易发生这种牙随坏死 再有嵌入性的 我们说坏死率达96% 所以一般的嵌入性脱位 多数情况下 我们两周之内必然要做什么呀 根管治疗 因为它牙随坏死率很高 再有牙随腔的变窄或消失 就里边产生这种什么呀 钙化的问题 钙化的问题 再有牙根的什么呀 外吸收 以及牙草骨的这种吸收 牙草骨的吸收 这四种特殊情况下 我们说很明显的一点 是这种外吸收和内吸收 它们都可以发生 外吸收内吸收都可以发生 而特殊一点 我们说正常情况下 边缘性牙草骨吸收 只要外伤以后 牙草骨都会受什么呀 一定的损伤 说一定损伤 以及我们后面什么呀 牙随坏死 牙随腔变窄 牙随腔变窄 这是它最常见的什么呀 最常见的几种反应 最常见的几种反应 这几种反应 大家稍微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它的治疗 我们治疗部分性脱位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菊妈夏给它什么呀 复位 横牙就菊妈夏给它 马上推回去 推回去之后活动怎么办 给它单核固定 单核固定 固定一般的我们结扎四周 仍然是一个月 术后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 结扎完了是一个月了 之后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 给它什么呀 定情复查 定情复查 若发现牙随坏死 及时做根管治疗 如果嵌入性脱位 我们注意点 年轻横牙一般的是 不允许什么呀 强行挖出的 因为年轻横牙 它有一定的什么样 生长性 可以自行猛出 但是我们注意 它是不能强行拉出 而特殊一点 我们说 如果普通的可以拉出 但是拉出之后 我们注意 一般半年以内 年轻横牙可以自行猛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我们说 如果是普通横牙 复位后 一定要几周内做根管治疗 两周 这是一个考试 反复考的点 说嵌入性脱位 第一个 年轻横牙动不动 不动 第二个 普通横牙复位后 几周做根管治疗 两周 因为刚才我们是嵌入性脱位 出现牙髓坏死率 达到百分之多少 96 第三个特殊情况 完全性脱位 在正常的牙体牙髓中 我们只让大家记一个数 说半个小时以内 我们可以给它洗一洗之后 直接怎么样 推回去 争取让它再长好 百分之九十的换牙 可以免于这种吸收 如果已经落地之后 我们用什么呀 生理盐水和自来水冲洗后 然后放入到原位 如果不能立即复位 将换牙什么呀 放在舌下 口腔前停处 或盛有什么呀 牛奶 生理盐水 自来水杯子中 切记干燥 这句话 坑了无数个人 去年考试的一道题就是 正常情况下 他说 如下 液体中 对于完全性脱位牙 保留 又容易取到 又容易取到 又最好的是谁 我们知道最好的 肯定是什么呀 生理盐水 但是他没有生理盐水 没有生理盐水之后 我们发现 第二好的只能是什么呀 牛奶 因为牛奶相对来说 它的效果会好一点 有人说脱液怎么不好 脱液里边有细菌 脱液里边有细菌 有人说放大人嘴里好 放孩子嘴里好 当然了 放大人嘴里会好一点 因为大人不容易误吞 不容易误吞 如果超过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注意点 他只能体外做根管治疗 正常该开随开随 开完随之后 我们最后 做完根管治疗之后 把牙子怎么样 再给它复位 再给它复位 我们注意点 往往他根面的处理 不可能什么呀 进行大量的骚瓜 因为我们还期望着谁呀 期望着牙周膜给它什么呀 重建 期望着牙周膜重建 往往一般的超过两个小时以后 牙周膜那个细胞什么呀 基本都坏死了 不可能产生重建了 所以只能在体外 跟着根管治疗之后 再塞回去 而年轻横牙 我们说完全性脱位 若及时就诊 自行复位的 牙随长 继续生存 不能贸然拔碎 所以一般的年轻横牙 它的生活力比较旺盛 多数情况下 我们说它一味比较多 推回去之后 往往还能自己什么呀 长好 一般疗效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反过头人 因为你说 完全性脱位的牙 是年轻横牙好 还是普通横牙好 往往都是什么呀 年轻横牙会更好一点 我们看几个习题 关于牙震荡的描述 正确的是 对于牙震荡的换牙 做牙随活力测试 其反应不一 这是我们反复说的一个 反复说的一个 它可以是正常 也可以异常 也可以什么呀 无反应 我们说年轻横牙 在受震荡后 牙随不会丧失活力 我们说不管是什么牙 都可能会丧失活力 年轻横牙的震荡后 活力很快丧失 这也不对 年轻横牙受震荡后 一般会有一位 我们说有一位可以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有一位 只要是牙震荡的情况下 就不一定一位 可以一位可以不一位 牙震荡一般都扮有 牙体组织的缺损 我们一般的是 不扮有牙体组织缺损 如果扮有牙体组织缺损 我们就该诊断叫什么呀 叫牙折了 叫牙折 就是往往是灌折 往往诊断叫灌折了啊 我们看后边 对于完全性脱胃的处理 叙述错误的是 说牙脱胃应尽量复位 这个永远是一个什么呀 对的话 因为越早越好嘛 如果已经污染 用生理盐水冲洗后复位 这也没有问题 脱胃两个小时以后 可考虑体外根管治疗复位 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 无法即刻复位的 应尽量保持干燥 我们说尽量保持什么呀 湿润 不要保持干燥 保持干燥 牙中门坏死什么呀 更快一点 根肩孔发育完成的牙 在植后三到四周 行这种根管治疗 我们注意一点 常规情况下 一般的在植 根肩孔发育完成以后 有人说这个体不对 这个体不对 D和E之间 好多人不停在纠结一个东西 说D我知道不对 不应该保持干燥 但一看到E的时候 根肩孔发育完成的牙 完成在植以后 说三到四周 行这种根管治疗 我们注意一点 如果在植的时候 我们注意观察的是什么呀 它牙齿的情况 如果牙齿情况 没有问题的情况 我们不采用根管治疗 而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根肩孔发育完成 如果要是超过两个小时之后 直接怎么样 直接做根管治疗 所以这个体 当你看到D和E之间 我只能选谁呀 只能选D 这是一个排他性的答案 我们看 对于嵌入性脱位的年轻横眼 下列处理错误的事 第一个对中处理也没问题 第二个我们说拉出处理 这是坚决我们反复说的 说禁止做什么呀 拉出处理 它可以自行什么呀 蒙出 自行蒙出 观察任其自然蒙出 定其复查 而他跟他是什么呀 冲突 所以答案最后只能选谁呀 只能选我们的B 这一期是好看的 这一期是好看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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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